给您讲解的依然是小学基础班里面的第二章 关于增值税法的第四节 如果您看教材的话呢 您会发现第二章增值税法讲了十一节内容 但是呢这一章它本身属于一个头重脚轻型的 所谓的头重呢就是十一节内容当中的第一节 关于增值税征税范围 不管是一般规定还是特殊规定 特殊规定里面分特殊项目还有特殊行为 特殊行为呢分成视同销售的行为 还有混合销售以及兼容 您还记得吧就是这一节非常之重要 然后第二节啊可以忽略 但是第三节关于税率和征收率又特别重要 那么第一节重要第三节重要 马上要给您讲的第四节就更重要了 当然这一节呢你说它重要吧 它其实就是把我们前边讲过的第一节和第三节的内容 以及前面唐古论金的事给您进行了一个综合 所以在这呢我还是要建议大家 您唐古论金是要听一下的 不然的话您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用间接法 我们怎么为什么要先求整体税付 然后再减掉当国政府允许减的进项税额 就好像有点那种这个没有根基就不太容易往上学 如果第四节学完以后应该说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都没有什么知识点 虽然您说第七节我知道是出口 但是非常简单 出口它就是一个免抵退和免退的问题 一点都不难 而第八节呢我是给您讲ABCD四个政策 每个政策最多最多讲二十多分钟 那也就是咱就打半个小时吧 每个政策讲半个小时 我保您就能跟我记下来了 然后我们在课堂上就要把这个东西消化掉 然后两个小时第八节就完事了 第九节第十节基本上就 就是我一就带着大家一带着过 也就是说第二章虽然说是本书当中 甚至在我们国家甚至在全球都认为是一个比较难的章节 或者比较难的一个税种 但是它真正的重点就是在一三四了 那么大家咬紧牙关 那跟我把第四节学好了 也就OK了哈 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节呢讲的是增值税 计税方式当中最典型的 也就是增值税真正的原理之所在的一种方式 就叫一般计税方法 其实也就我们国家叫一般计税方法 我们前面在谈谷论金上说过 增值税本来是法国发明的 但是法国人也就几千万 所以他的纳税人 他成立的公司就更少了 那也就是他的纳税人 没有多少 但中国就不一样了 我们中国人就十几亿人 所以我们成立的公司也会很多 我除了有公司呀 还会有些事业单位呀 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合伙企业等等 他们都有可能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 那么这时候就会造成 税务机关面对这么庞杂的 纳税大户 或者纳税的队伍 他有点应接不暇了 所以在我们国家才人为的 把那些会计核算又健全 买卖做的又大的 像什么华为呀 格力呀 中兴啊等等 把他们列入一般纳税人 那么其他那些呢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小规模 其实这就是根据这个人口基数大 纳税义务人多而造成的分成了两拨 那分成两拨之后呢 其实小规模纳税人呢 那就是我们说的那种 对于税务机关来讲吧 食之无畏 但是弃之呢 又可惜 苍蝇在小也是肉 留着吧 但是呢又不能对他进行 无微不至的 全方位的进行这个这个征管 所以就让他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就是简易技术方法 这个简易技术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下一节会给大家介绍 就以不含增值税的销售 乘以征收率 不是5%就是3%就OK了 但是真正的增值税 给他移植到我们中国来 我们真正运用他 其实就是一般纳税人 用的一般技术方法 当然了我们前面也给大家说过 一般纳税人也不都是什么情况下 都用一般技术方法 如果一般纳税人在被照顾的时候 符合特定情形的时候 也是可以采用简易技术方法的 你还记得吗 比如说自来水厂 卖自来水 是不是我们允许一般纳税人 选择简易技术 理解哈 好 那么我们本讲呢 就正儿八经的给您介绍第四节 关于一般纳税人 最应该用的这种方法 就叫一般技术方法 这也是全世界所有增值税制度的通行方法 都是这样用的 以法国为代表为首 都是这样用的 一般技术方法 怎么算呢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了一个大的 这个概况 就告诉您 增值税的技术方法都有什么 有一般的 有简易的 还有扣脚的 其实面对扣脚 您不能陌生 我们在前边第一节 给您讲那个扣脚义务人的时候 就提到了扣脚技术方法 那么关于简易技术方法呢 其实是我们第五节会涉及的 那么关于一般技术方法呢 是我们本节会涉及的一般技术方法 那您看一般技术方法 谁会用啊 您就记住了 小规模纳税人 打死他 他都不能用一般技术方法 因为之所以 把他列入到小规模纳税人 说明他会计核算不够健全 或者买卖做的很小 那么税务机关就不想为他浪费很多的时间 和精力了 那么他就用其他的方式 最简单的 对吧 那么我们说一般纳税人 他才会用到一般技术方法 您看是不是一般纳税人 那么他用到的一般技术方法怎么计算呢 您看他每月应纳税额 我们就 当然我们有的是也按月交 有的是按季度交 是吧 所以我们就写这个当期吧 当期的应纳税额 得当期的肖像税额减掉 当期的进项税额 其实您看啊 第四节是本书当中最重要的一节 是增值税的核心 但是这一节就讲了三个事 就讲了三个事 第一个事讲的是 肖像税额的计算 肖像税额的计算 第二件事就大二 讲的是进项税额 确认其计算 所谓的进项税额的确认是什么呢 因为每个国家的政府 在对于哪些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购 哪些不能作为进项税额抵购 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所以就是我一定要先辨析 它是能抵的还是不能抵的 肖像税额没有辨析 只要是销售额 你都得给我算肖像税额 因为肖像税额是给税务局的 给国家的 它不需要辨析 但是进项税额呢 是从国家那扣的 你扣的越多 给国家交的就会越少 所以进项税额要需要辨析 辨析完以后再确认 一共是多少钱 那么第三个问题 就是肖像税额减了进项税额之后 如果是一个证书 你比如说肖像税额是七百万 而当期的进项税额呢 是六百九十万 那好 这时候七百减六百九 应纳税额就是十万 这十万就往税务局去交的 很简单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肖像税额是七百 而进项税额呢 是一千六百九十 说明它大量采购 我们国家用的是购进扣税法 而不是十号扣税法 有人说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咱们国家用购进扣税法呀 所以您还是要回到谈古论金 第三个模块 讲增值税原理的时候 我就跟您说过 咱们国家用的是购进扣税法 所谓的购进扣税法 就是只要您买进来了 只要有合法的可抵扣的票据 人家税务机关根本不问您用没用 直接让您抵 那就会造成如果2023年 比如说三月份 您的肖像税额不大七百万 但是您三月份大量采购 那么您的镜像税就会很大 这时候就会造成一个七百减一千多 那肯定是一个负数 那么负数意味着什么 对意味着可能要给您做退税了 有人说了 退税 我之前学过出口退税 对 我跟您说 退税除了出口退税之外 咱们国家从2018年开始就摸索着 要做留底退税了 所以我们本节就三个大事 这三个事各顶各的重要 就三个事 销向税额的计算 进向税额的确认和计算 以及应纳税额 正的是交付的是退的问题 所以您要知道我们这一节讲的是什么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先跟您说一下 关于一般计税方法 在这页PVT上您必须要问自己 说哪个纳税人可以用一般计税方法呢 那就是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永远不能用一般计税方法 所以您看一下 在一般计税方式下 当期 这个期有可能是月 也有可能是季度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当月 也不能说当季度 我们就来个当期 当期的应纳增值税额 等于当月或者当季度的消向税额 减掉当月或者当季度的进向税额 这就是它的故事 好 这时候呢 大家记住了啊 增值税跟我们下一章要讲的消费税 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增值税是道道环节交税 就是哪一个人 你生产企业也好 你批发商也好 你零售商也好 你谁也逃不出如来的五指山 谁都得去 只要你有增值 谁都得到税务局去交税 对吧 所以 这时候他怎么交法呢 还是那句话 你听一听前面那个谈谷论金 比如说 我是一个笔的生产企业 当我把这些笔 这一箱子笔生产出来以后 那客户肯定要过来跟我订货 然后他就说他要了 我告诉他 不含增值税是300万块钱 好 这时候您看 这300万块钱 这叫销售额 乘以笔 它的税率是13%的 有人说你怎么知道是13%的 您记住了 只要是货物 这个货物 只要不是用低税率的 比如说报纸呀 杂志啊 什么自来水啊 什么居民用的煤炭制品啊 还有什么饲料等等 只要不是用9%低税率的 只要不是往国外卖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 我没说卖到国外 就是卖到国内 我没说是用9%那些东西 那就是13%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您看啊 用300万乘以13% 300乘以13% 对于39 其实这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39就叫当期的销项税额 这个当期的销项税额呢 它有一个整体税负的感觉 所谓的整体税负就是 这些笔在我这个环节 被我卖成了300万 那么这些笔在地球上 此时此刻 它整体的税负就是39万 但是我作为这个笔的生产企业 我从买方手里 拿过来300万的笔钱 又拿过来了39万的 增值税的肖项税额 都是买方给我的啊 买方给了我300 又给了我39 我需要把39万都交到 我当地税务局吗 不需要 因为我现在交的是增值税 增值税顾名思义 应该是只就增值额来交的税 但是由于客观原因 我们是无法把增值额求出来的 这个在谈古论金的增值税原理呢 我们说过 不管是马克思主义 正正星系学里面提到的理论增值额 还是法定增值额 我们都求不出来 求不出来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 先算这些笔 此时此刻 在这个地球上 整体的税负是39 但是毕竟还是增值税啊 那怎么体现出 紧就增值部分来交呢 那就减掉 我为了生产出这些笔 曾经在别人那买塑料 我给人家 比如说我买了100万的塑料 我除了给人家100万之外 我还给了人家13万的增值税 相当于是我支付了100万的塑料钱 13万的增值税 而这13万的增值税呢 假如他给我开了一张专用发票 我在兜里放着呢 此时我就可以作为镜像来抵扣 这时候您看 当期的镜像税额 其实就是减掉13 减完13以后 你会发现 我往税务局交26就OK了 这时候你会发现 果然 当我知道税率是13%的情况之下 当我知道我直接交了26万 我拿英纳税额26万去除以13% 一下子就把增值额给求出来了 你看增值额是不是 我买了100万的塑料 做成了300万的塑料笔出去 在我这个环节 整整是增值了200万 但是这时候我再把200万 求出来已经毫无意义了 所以我也不会求了 我不会求了 所以此时您就知道了 哦 我先根据他算肖像 然后再摸摸口袋 看看哪些是能抵的 镜像 这个差其实就是应该往税务局去交的 应纳税额 没错吧 好 那您说我们在本节当中的 不就一共讲了三个大问题吗 一个就是肖像税额的计算 那您说肖像税额的计算 它取决于什么 比如说这个税率 税率都讲完了 第三节讲的呀 第三节告诉您 说什么3加3加1用9%了 什么2加2加1用6%了 而且但凡是跟货物相关的 但凡不是出口的 那就是内销 只要不用9%的 都用13%的 您都知道了 那您说肖像税额 在税率都知道的情况之下 谁是重中之重啊 销售额 就是这个数是重中之重啊 所以我们在第四节当中的第一个大问题 他看着是在告诉咱们 就是给咱们讲怎么算肖像税额 实际上是给咱们讲怎么界定销售额 怎么把销售额界定出来 所以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关于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 它应纳税额计算的整体思路 是不是当期的销项 减当期的进项啊 那么这时候我们依然知道了 税率是个定数 然后销售额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这个销售额一定是我往外卖 以不含增值税的那个价款作为销售额 那有人说多简单呢 不就是卖了多少钱是多少钱吗 事情没有您想的那么容易的 因为站在增值税 增值税可是普遍征税呀 这一普遍征税的话 各行各业各种销售模式都可能会出现 所以我们给它归纳总结出来了四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就如您所说 特别简单啊 我直接跟客户签一合同 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那就是一般销售 正常销售 但是有一般的就有不一般的 有正常的就有不正常的 还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叫特殊销售方式 什么叫特殊销售方式呢 比如说以物易物 在以物易物这儿 其实您已经一点不陌生 我们在前面讲第一节 关于增值税征税范围一般规定的时候 我们讲过没讲过 那个大三销售服务 在销售服务呢 上来第一个就是交通运输服务 销售交通运输服务 而且我们当时还给您举个例子 说他那个这个仓位互相换仓位 说顺丰跟京东之间互相换仓位 然后我当时还说税务局饶得了谁 放得过谁 谁都放不过 是不是他们互相换仓位 我们也假设他把仓位卖给了对方 或者是卖出去了 正常该卖多少钱 他的销售我一分钱都不能少啊 那么互相换仓位 其实他相当于是互相提供的是交通运输服务 那么正常你给别人运送这些东西是多少钱 你就得算作你的销售我是多少钱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比如说特殊销售里面就会出现 以物易物 以物易物非常简单 比如说我是一个计算器的生产企业 你是一个紫色塑料的生产企业 这时候你拿你的塑料和我计算器互相换 我需要原材料 你需要计算器 咱俩以物易物多好呢 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 货换货两头乐 当你两头乐的时候 税务局不干了 税务局说你干嘛跟他换呀 你正常给他卖出去啊 你一卖出去不就有销售额了吗 你说我不想卖 我就跟他换 OK你随便换 你互相换 我也视为你卖给了他 比如说我是一个生产计算器的生产企业 他就视为我把我的计算器卖给了 这个原材料的生产企业 那么原材料生产企业 把这个紫色的塑料给我的时候呢 视为卖给我 双方都做销售处理 这就是我们说的关于特殊销售 所以除了有一般销售 还有特殊销售 还有一种呢 我把它称之为叫做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销售额 我们在前面谈古论 今天说过 说增值税啊 它是被美国最早提出 法国最早实施 但是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只有我们国家 在全行业都使用增值税 增值税 它真的特别适合于对货物征税 所谓的货物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增值税 最传统的时候 最古老的时候 它就针对于货物 外加着加工修理修配 完了 你看啊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鼠标的生产企业 我买进来原材料就带进来进项税额 然后我又在原材料集中给它做成了鼠标 给它卖出去 形成了肖像 所以我个人觉得 在这种货物的采购啊 销售啊 这个环节用增值税非常之好用 但是我们国家从2016年的5月1号零点开始 全行业 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的行业 就都征增值税了 有一些制度真的不太好设计 所以就会出现了 比如说像旅行社 人家旅行社在2016年5月1号之前 在4月30号的时候 他们还是交营业税了 而且他们在交营业税的时候 制度设计的非常之合情合理 比如说我是旅行社 我收了您一万块钱 但是我一路上要给您买门票 要给您交签证费 各种费用 我都要支付出去 我支付了3500 那好 这时候从旅行社的角度上来讲 它的营业额 因为那时候是营业税嘛 我们叫营业额 它的营业额其实就用一万减掉 我陆陆续续替您支付出去 3500就变成了6500 但是由于各行各业都被营改增了 你会发现像旅行社这样的行业 人家交营业税的时候 人就是差额 然后再乘以5%营业税的税率就OK了 但您把人家2016年5月1号也囊 也囊括过来了 也营改增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在销售额里面 也必须要遵循着原来营业税的制度 也得允许它在算销售额的时候 在一万里面减掉这3500 应该说我把它称之为叫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销售额 也就是在全世界的增值税制度里面 没见过有对销售额还进行砍下去一部分 还销下去一个3500 没有 但是我们国家没办法 它全行业都变成了增值税 所以我一直对它持有保留意见的 我觉得各行各业 在都交增值税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弊端 也就是我们后面会学到的 什么差额确定啊 或者是一般纳税人 什么实在税负太重了 就让他选择简易啊等等 都是因为制度涉及的并不是合理 并不特别合理 因为本身这个税收的制度 它不适合全行业都做 对吧 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您看我这有一个指甲刀 这个指甲刀在刚开始的时候 它这个环是我后边加上的 第一开始没有这个环的时候 它确实是能够给它合上的 挺好 然后有一天我把这个环加上以后 发现它就并不上了 它就并不上了 看见了吗 它总是这样了 所以这时候我就考虑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产品的设计 它往往有的时候就会有bug 就会有问题 那我们的税收制度 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很多问题的 到那我们再说 也就是说 当我们去求销售额的时候 有正常的销售额 还有特殊的销售额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销售额 就是差额确定销售额 还有一种什么呢 叫做视同销售的销售额 这一点大家不陌生 我们在前面讲增值税 征税范围特殊规定的时候 有特殊项目 还有特殊行为 再讲到特殊行为的时候 不就是视同销售的行为吗 当有视同销售行为的时候 视同销售 那就跟正常的一般销售是一样的 那你正常卖多少钱 我们就得按多少钱 算作到销售额里面去 对吧 所以您知道了 原来我们在本节当中 第一个问题 就是要把销售额搞定 因为销售额一旦搞定了 乘以它匹配的税率 税率我们都了解了 这种销项税额 想错都错不了 那么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销售额 它是不含增值税的 这个你要知道 我们说在算增值税的时候 在算消费税 算任何税种增值税 都是刨在外面 我们是说价格而已 如果您学会计 您知道 比如说我卖给客户 一百万的东西 那么我在确定销售额的时候 应该是带主营业务收入 一百万 然后另起一行 带应交税备 应交增值税 肖项税额 一百万乘一百分之十三 十三万 然后借一行存款等等 你会发现 增值税 它自始至终 没有进过主营业务收入里面 所以增值税 自始至终 它就不应该去影响 企业的利润 这一点 我们在前边 是给大家的 谈谷论金 那是给您讲过的 对吧 好 此时您知道了 这个销售额 它取决于一般销售 取决于有特殊情形的销售 取决于视同销售 取决于就有中国特色的 差额确定销售 比如说这个企业 这个企业是一个什么企业呢 比如说 你看啊 钥匙链 它就是一个钥匙链的生产企业 它正常往外卖呢 卖了三百万 然后它特殊跟人家换 或换或以物易物 它把这些钥匙链 假设正常卖二百万的 然后换进来了两百万的原材料 那么这时候我们也要 加上两百万特殊销售 然后还有你看 这么好看的钥匙链 它不得给员工一人一个吗 比如说它有十万个员工 一人一个 正常来讲 十块钱一个往外卖 十万个 大家看一下啊 它正常卖 卖是十块钱一个 十块钱一个 给十万名员工 那就是一百万 好 这时候 适通销售就是一百万 对吧 比如说这个企业 它并没有差额确定的情形 那好就没有 那就是零嘛 那这时候您看 它整体的销售额是多少 三百万加二百万是五百万 五百万加一百万是六百万 那么销售额就是六百万 拿着六百万去乘以 因为您看看 这都是玩偶嘛 这肯定是13%的税率嘛 乘以13% 您看是不是它的销项税额就出来了 当它销项税额出来以后 要减掉什么 减掉它的进项税额 进项税额分两个 就是我们本节第二个大问题 关于进项税额 先确认后计算 确认能抵还是不能抵 确认了能抵就是卓预抵扣 还有一种是不欲抵扣的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准于抵扣的 那就是以票抵扣 比如说 它为了做这个玩偶 它肯定要买进来很多的原材料 买进来很多这些蛇啊等等 这些它都是给人家卖方 价款和税款 那么那个税款呢 它都会有增值税 中央发票 比如说这就是一张增值税 中央发票 它都有这个发票在口袋里 那么此时以票抵扣 对吧 还有特殊情况 它是可以计算抵扣的 后面我们会给您讲 那么除了能抵的 还有一些是不欲抵扣的 哪些是不欲抵扣的呢 比如说这个企业啊 就以这个生产 这个玩偶的这个企业为例 人家缺钱 缺钱买原材料 缺钱发工资 然后他就找中国银行贷款 那么他贷款 他除了还本金 他还要还利息 比如说他还了600万的利息 那么在这600万的利息当中呢 他除了有利息 其实还有增值税在里面 但是就是不允许抵减人家 这笔600万里面的增值税 这就是我 我要跟大家后面提到的 这个制度设计的 并不是很完善 你看不欲抵扣 那就是不做 进向税的处理 不让你抵啊 如果你抵了呢 抵了也不行 所以呢就是做 进向税额的转出 对吧 这个大家先了解一下 就行了啊 其实很多人 就是因为我们国家 在2022年12月30号 出来了一个增值税法草案 有很多专家就提出来了 说这个企业 他如果找银行借钱 他就是为了更好的生产和经营 那他借完钱 比如说借了800万 还完800万之外 他要还80万的利息 那80万的利息里面 其实那些80万里面的 进向税额是 应该得让底的 但是我们国家 到现在不让底 就说明每个国家 他的政策是有限制的 是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有当期的肖像 减掉当期的进向 比如说 肖像已经出来了 进向准于抵扣的多少呢 假设啊 足以抵扣的是25 那好 您看看 这时候这个企业 我们拿600万 然后去乘以 13%等于78万 拿78万 减掉25万 您看看 最后的差是53万 是不是大于零 53万就大于零啊 到税务局去交税就OK了呀 那么大家想想 如果这个企业 就是这个企业 一看这个疫情也放开了 以后这种纪念品呢 肯定销路特别好 然后他呢 就说了 哎 我假设就是202 2023年3月 我得大量的买点原材料进来 比如说从国外进口的 这些塑料等等 我得大量的买 当他大量的买进来 原材料的时候 您看准于抵扣的 比如说一票抵扣的 进向税额是125万 你看看 这时候就会形成什么 销向税额是600 乘以13% 600 乘以13% 等于78 78减掉125 等于负的47 看见了吗 负的47万 当只要变成一个负数的时候 我们就称之为叫什么 叫做留底税额 这个留底税额 就会涉及到一个什么 退税的问题 就是我们本节的最后一个问题 再算应纳税额的时候 大于0是交小于0 那就是要么你就截转 下个月给它消化掉 对吧 如果你下个月 说我下个月就不采购了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你是不是 比如说三月底的时候 你有留底47万 你下个月不采购 但是下个月卖的还挺好 下个月卖了多少呢 比如说卖了1000万 下个月要卖了1000万 你的销售额就是1000 就拿1000乘以13% 就130万 然后下个月不采购了 就没有进项 然后减0还是130 然后再把上个月没有消耗完 这47万给它减掉 减47 这处相当于是等于正的83 你往税务局叫83就OK了 这是一种方式 留底 留底是我们国家在2018年之前 所有企业都只能通过 留底的方式去消耗 但是2018年开始 在电力行业 研发行业开始松动 我不一定都留底了 有可能就让你干嘛 退就给你退税了 对吧 所以我们在本节当中 讲的就是这三个问题 而且您得知道啊 我们的销项税额 是不能滞后的 因为销项税额 是你从你的下游企业 或者叫做你是卖方 对方是买方 你从人手里 已经拿过来了这个钱 价款是你的 但税款是国家的 你不能滞后 你不能说三年以后 我再交给国家 那不行 增值税是随时随刻 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 第一大税中 只要这个国家有增值税 这个国家的政权 就一定稳定 因为增值税源源不断的取得 政府就会源源不断的有钱 去养着这些监狱啊 这些部队啊等等 对吧 所以它不能滞后 进项税额呢 也不能提前 你有票才能抵 没有票是绝对不能抵 你说我反正早晚都有票 我先抵了 那肯定不行 所以这就是从总体上 先跟您说一说 我们本节一般计税方式 应纳税额计算的一个流程 您记住了本节 第一个问题是它 第二个问题是它 第三个问题就是它 大于零 交小于零 退的问题 好吧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关于简易计税方法 以及扣角计税方法 您都自己看看就OK了 因为我们的第五节 还会给您介绍简易 对吧 好 马上进入到第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肖项税额的计算问题 大家告诉我 但凡要是求肖项税额 关注点在哪里 或者叫做关键点在哪里 销售额的确定 因为税率是一个定下来的 13%就是13% 9%就是9% 6%就是6% 对吧 所以销售额非常重要 您看 销项税额就等于销售额 乘以它适用的税率 既然销售额这么重要 那么什么叫销售额呢 您来看 销售额是指这个纳税人 看着啊 这个纳税人 谁是纳税人呢 还是前面说的 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 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老物 谁销售服务 谁销售无形资产 谁销售不动产 谁就是这个纳税人 就这么简单 你只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你就得给我交增值税 当然前一条件是你别赔着买 你要卖赔了 你说我两块钱上的 我卖五毛钱 这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进项税额是大的 而销售额是小的 只有你不需要交税 你反而还是什么 给你退税 对吧 所以这时候一定是 你得挣钱才能卖嘛 我们说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 销售额是指纳税人 他一旦发生了应该交税的销售行为时 他收取的不含增值税的全部价款 就增值税不算在里面 我们这里面说的销售额是不含增值税的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这个价外费用您记住了 因为我学财务的人 一听价外费用 就会想到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就以为是自己花出去的钱了 其实不 这里面的价外费用 是增值税特有的一个概念 但是您可以把它改个词 叫做价外收费 可能会更好理解 所谓的价外收费 例如我价值外收的违约金 我价值外收的质纳金 我价值外收的赔偿金 价值外收的延期付款的利息 价值外收的包装费钱 价值外收的包装物的租金等等 这些通通都要并入到销售方的销售额里面去 因为国家为什么要写是全部价款 跟价外收费 或者叫价外费用呢 是它防止买卖双方 总打交道 慢慢关系越来越好了 他们寝食税机 所谓的寝食税机 比如说A是卖方 B是它的客户 然后他们签署的合同呢 明明是一千万 那么B呢 肯定需要给A一千万 再给一个一百三十万的销项税额 但是现在A跟B说了 咱们把这一千万改成八百万加二百万 咱就说这批货是八百万 这二百万呢 咱就说是作为买方来讲 你给我延期付款了 你给我的利息 如果国家要是规定 这种价外的收费 它不需要交增值税的话 你会发现买卖双方 一定会在销售额这做文章 一定会把一千万 给你做一个寝食 变成八百加二百 有甚者 它有可能就会变成二百加八百 明明是卖了一千万 咱就说卖了二百万 咱就说延期付款的利息八百 反正这八百 只要界定为延期付款的利息 就不收增值税了 那你说国家的税款 还能挣得到多少吗 增值税可是第一大税种啊 所以它一定把这个漏洞给它掐死 作为卖方来讲 销售额一定是全部的价款 和价外费用 或者叫做价外收费 能理解吧 所以您看一下 除税法另有规定之外 各种性质的价外费用 都要并入到销售额来计算 征用税的 所以你买卖双方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谨示这个销售额都没有意义了 因为你是销售额和什么 价外收费 你都得给我并过来 对吧 所以目的它是防止 这个纳税人刻意的去分解销售额 以各种明目的收费 减少销售额逃避纳税的现象 这个您了解一下就行了 其实我们说啊 在确定销售额到底是多少钱的时候 一般销售是非常简单的 您只要知道是全部的价款 和价外的费用就OK了 那么讲到这儿呢 很多人就问过我 他说这个 你总是说算增值税 肖项税额的时候 或者叫做小规模纳税人 用简易方法算英纳税额的时候 都是以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去乘以税率 或者乘以征收率 对吧 首先你要知道 我们在这里面这个销售额 你看啊 这个销售额 一定是什么 不含增值税 直接乘以 比如说比例税率13%等等 那么这时候大家就会问我 说哪些是含着增值税的呢 比如说像我们的零售价格 我们在前面谈谷论金呢 跟您说过 咱们国家在刚刚建国的时候 跟欧美其实关系并不好 都是很冷战 那么既然冷战了 我们在刚开始建国 我们要学习一些 这个经济制度啊 那怎么办呢 就跟苏联学 苏联他们就是 价跟税混在一起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国家在94年 确立增值税历史地位的时候 有专家就提出来 说现在要不要做价税的分离 就是要不要跟欧美学 在商场里面 在超市里面 所有的定价都是价 跟增值税分开裂 但那时候觉得 好像也没必要 所以我们就是零售价格 呃 含税 啊 零售价格是含着增值税的 所以您学完了以后 您就知道了 你看见了吗 所以你看 他说以下几种情况 为含税 我们一说含税也好 不含税也好 这个税指的是增值税啊 以下为含税收入 在计算增值税的时候 应该换算为 不含税的收入 比如说零售价格 我再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在商场里 看那双鞋挺好看的 呃 多少钱呢 258 比如打完折以后 我要将258 我在商场里买 那毕竟是一个零售价格 因为它是零售环节嘛 零售价格 那么零售价格 258定下来了 我给他微信也好 珠宝也好 258给他刷过去了 那么此时您知道吗 这里边258块钱 含着百分之百的鞋钱 再加上13%的增值税钱 那您算一下 258 258去除以1 1.13 因为百分之百是1嘛 除以1.13 相当于我这双鞋 多少钱呢 其实这双鞋是228.32 这双鞋本身的价格 就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是228.32 然后再拿它 来乘以13% 就拿它 看见了吗 228.32 这228.32 可是不含增值税的啊 拿它来乘以13% 您看 再乘以13% 等于多少 等于29.68 您自己来算一下 您看 是不是当您在商场里花258 买双鞋的时候 这个鞋本身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就商场卖给您的这个销售 我是228.32 然后再加上 我们刚才说的29.68 对吧 228.32 正好等于258 正好等于这双鞋的零售价格 所以零售价格里面是含着增值税的 如果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不管是综合题啊 还是小题啊 您记住 只要是零售价格里面是含税 您要学会价税分离 你看 拿它 因为它里面是含着100%的协钱 加上13%的增值税吗 拿它除以1加13% 就除以1.13 就变成不含增值税的本身价款 再拿它乘以13% 就是增值税本身 所以拿它再加上这个税款 正好等于零售价格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价外费用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价值外收的 各种什么延期付款的利息啊 违约金啊 支纳金啊等等 这些都要并到销售价 但是我们是把它视为是含税价格的 后面我们再跟你说 为什么要视为含税价格 然后接下来 需要计算增值税的包装物的押金 押金也是我们后面会讲到的 也就是这些东西 它都是视为含税价 您知道一下就完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正儿八经的 给您讲授关于 我们说销项税额 最主要的就是确定销售额 那么在确定销售额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一般销售方式下 最简单的 就是一般销售方式下 怎么确定这个销售额 那么这个销售额就是 您作为卖房 因为都是销售房来交增值税 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您看是不是价外费用是为含税的 对 而且价外费用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价外收费 这个点没什么可犹豫的 也特别简单 你又看一眼就OK了 说首先哪些要记录到销售额 您看啊 说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是否记录到销售额中 一并计算增值税 关键点在于找题案当中 是否有这个带子 也就是我们知道 在算销售额的时候 你看我们说 销项税额 你看我写这儿啊 销项税额 减进项税额 就是当期的应纳 对吧 销项税额 最主要的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销售额 你只要销售额 对了 乘以它匹配的税率 销项税额想错都错不了 而销售额要想对 别忘了 它有一般销售 对吗 它还有特殊销售 它还有 适同销售 它还有差额确定销售 您记得吗 记得这个事吗 所以我们现在给您讲的就是一般销售 那么在一般销售方式下 销售额怎么确定 就是销售额 或者叫做卖方 收到的全部的价款和价外的收费 但是在这里面 您记住了 有一些是不能进入到卖方的销售额里面去的 那么各种带 凡是带带字的 是不能进入到销售额的 12345 这五点就是帮您辨别一下 哪些是应该进 哪些是不应该进 您得看 但凡是有这些字的都不能进入到销售额里面去 您看第一个 售托帮人加工应该征消费税的消费品 所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这一点呢 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 我们到下一章的时候 就会给您介绍关于消费税的问题 消费税是什么呀 比如说A和B 你看A是委托方 B呢是售托方 然后A就跟B说了 我给你把木头拉过去 你帮着我加工成石木地板 那B作为售托方来讲说行 你给我加工费 我就帮你干活 一旦加工成石木地板以后 A要往回拉石木地板的时候 B就说不行 为什么说你看我给你加工的是什么 石木地板 是我们国家应征消费税的货物 而且我作为售托方 我有一个替祖国 代收代缴消费税的义务 如果我不代收代缴 税务局就要罚我 所以这时候A说行 那你代收代缴多少钱呀 B就说了 这些石木地板我要卖的话 得卖300万 那好就拿他要卖正常的公允价300万 去乘以5% 您可以看一下 消费税里面 石木地板的消费税税率就是5% 你看300万的10%是30吗 那就相当于是15万 这时候作为B来讲 他代收A的15万 能够作为B的销售额吗 当然 但是 这15万不能当 如果A给了B 28万的加工费 算不算作B的销售额 当然算了 对吧 所以您看一下 作为受托加工 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 作为B来讲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是不能并入到销售额当中的 但是加工费是要进它的销售额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第二个 说作为卖方来讲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代电的运输费用 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 一个是乘运部门的运输费用发票 开具给购买方的 一个是纳税人将该项发票转交给购买方的 您看我们在这里面说的纳税人都是卖方 因为增值税它本来就是卖方 往国家交嘛 它本来就是谁销售嘛 不管你销售货物销售劳务销售服务 你就应该交 对吧 所以这时候很简单一个道理 比如说F是卖方 那就是我们这里面的纳税人 把这个货呢卖给了Q 然后Q呢就跟F说了 你受累替我找辆车 给我运到我这边来 我在重庆呢 那么F就说行 我替你垫上运费了啊 然后这个时候您别忘了 假设找到了M是个运输公司 那么M把票开给谁呢 M把票开给的是Q 开给Q 相当于是FTQ花钱而已 然后这个票也寄给Q 那么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运费是两万 那Q你肯定要还给人F啊 你连价款再增值税款 再加上FT你垫付的钱 你都得给F 那F能把这个垫付的运费 并入到自己的销售额吗 那不能并 那是他提前付出去 相当于是 都是这个这个这个 相当于是这个合作伙伴 对吧 总是做交易 关系都很好 又替他掏出去 然后还给我的 当然不能并入到销售额里面 这个很简单 对吧 所以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 一个是票开给了买方 一个是票转交给了买方 就完了 然后再看第三个 符合条件的代收的政府性基金 或者行政性 事业性收费 这就相当于是作为 卖方来讲 替国家啊 有一些行政性收费 收完以后 比如说收了三万块钱 直接给国家了 那这个时候 不能算作卖方的销售 我这个很好理解 再来看第四 以委托方的名义 开具发票 带委托方收取的款项 这也非常简单 比如说有一些 那个比较豪华的小区啊 都有物业 然后这些豪华小区里面 不都有业主 都有车吗 然后专门有一个保洁公司呢 就会找到这些业主 就说你们的车 我定期给你们来擦 十天一擦 然后这时候业主们也很高兴 行 只要我们一停 你就给我们擦 对吧 那么此时你不得给人钱啊 这业主们就说了 这样吧 我把这钱呢 就给物业公司吧 这个保洁公司呢 也说行 你就把钱给物业公司就行了 那这时候物业公司 其实他就在销售 他的物业服务 对吧 他的这个物业服务 是属于我们前面的 是销售货物吗 不是 是销售劳务吗 不是 是销售服务吗 是 是销售服务当中 销售的现代服务当中的 什么叫做商务辅助服务 所以这个时候 假设业主 每个月都要给物业公司 300块钱的物业费 再给400块钱的擦车钱 那么这400块钱 能算作物业公司销售额吗 不能算作 因为这时候开的票 其实是保洁公司票 你看见了吗 以保洁公司的名义 开具发票 带保洁公司收取的钱 能算作物业的钱吗 不能算作物业的钱 物业不需要为此去交 增值税 销项税额 你不需要算销项 然后再看第五个 说汽车4S店销售货物的同时 代办保险等 而向购买方 向老百姓 对吧 或者向我们企业 收取的保险费 以及向购买方 收取的代购买方 缴纳的车辆购置税 还有车辆 牌照费等等 就是这些都不能算作 销售方的销售额 这个大家好理解 是吧 没什么可能的 你就记住了 只要不是这些 这些都是代什么什么的 这些肯定是不能并入到销售额的 那么其他的都是 只要是属于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的 都要并入到一般销售的销售额